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重要的分析的方法和手段 叫做波浪理论 在上周的时候也有投资人说 波浪理论该怎么用呢 那波浪理论在宏观层面上 它和道士理论属于同处一者 就是在交易体系当中 道士理论 波浪理论 它属于一个属于顺势的这种交易的这种图形的类型 当然他们分析的方法略有不同了 道士理论 它分析的单次的结构 就是高点越高 低点越高形成涨势 反过来的高点越低 低点越低形成跌势 而波浪理论在去谈及行情的时候 它会把行情分为连续的几个波 那我们在今天的时候 就和大家一起来去探讨一下 波浪理论在交易实物当中的使用 那这应美元走的是当然比较弱 其实我们先去看一下 那我在这里也和大家去准备好了一个 准备好了波浪理论的PPT 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做美化 这是单纯的PPT 那波浪理论如果去看到的时候 它分为这样几大部分 就在大块上会分为这样几大部分 第一个就是波浪的基本形态 就是所谓波浪理论其实是一组行情 就是图形在运行的时候有波 有浪 波是一种一种带动 主要行情运行的这个叫做波 那浪呢就是它这中间的一些小的这种分层和分级的叫做浪 那这是波浪 那另外还有就是波浪的层次性和它标记的方法 那你了解了它的标记方法之后 其实也就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你就知道了说这个波和浪如何进行它的分配 如何进行匹配 因为有些时候当你认清楚了它是哪一波的时候 你就容易知道它下一波的走势是如何 那第三个就是剩下的就是推动浪 这是主要带动行情发动的这个浪的形态及变异和调整浪 形态和变异 那我们就用大约这样的五天的时间和大家去来谈谈及到波浪理论中间的这种种变化 当然我们在在这个时间点上谈及的这个波浪理论还是属于波浪理论当中 相对比较比较属于认知层面的这个波浪理论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波浪理论当中的一个节奏 那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当中遵循着一种节奏 就是往往会遵循那种节奏 就是五浪上涨随之三浪下跌 注意我个人觉得在国际金融市场当中 特别是外汇市场当中 它走波浪的形态要比它在股票市场当中走波浪的形态要更加完整 因为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有一个先天的区别 那就是股票市场当中它是一种金融产品和货币的兑换 所以我们说在股票市场当中有一种提法的叫做重力 重力就是这个行情在往上走的时候不容易 往下走的时候会更加快速 就是好像向下坠落一样 所以在股票市场当中通常情况下如果这个行情是往下走 它容易走出五浪 那往上走了就不太容易 所以这张图就我们看到的这张图 它放在股票市场当中 你把它翻过来它会更加更像 你把它翻过来就又变成一个这样的 我说的翻过来意思就是说 这个图形它往下走下跌行情的时候 就是翻的时候就是往下走下跌行情的时候 它更容易走出五个 然后上涨的行情的时候反而会会走的较少一些 所以这是股票市场当中它的一个特性 转转转转转歪 好这是它的一个特性 所以在我们这的时候可以把股票市场去掉 其实金融市场 遵循着一种周而复始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在研究它的时候 当我们研究它的时候 放在图形上的时候 我们来看的时候 这个图形在走的时候 第一波开始走上涨 调整上涨调整上涨调整 那中间在走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波和这个 每一个波我们叫做 这是这是推动的 这是这是用来推动的 这是corrective 这是修正 这是上涨 这是修正 这是大的修正 这个行情总是分为两部分 涨和修正 图形总是这样 每一个细节也都是这样 涨修正涨修正涨修正 或者是涨修正 以12345构成涨 ABC构成修正 就是中间的两大部分 那在交易的实物当中 就是当我们去变到交易的实物当中 如何去看呢 比如说我们调整出一些图来 我们举个例子 就以随便找一个英镑 我们找到它的中间 中间我们把它的 变成英镑的四小时图 英镑的棒的四小时图 在研究它的这种结构的时候 在研究结构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我们去插入 插入技术指标 或者你在这边点开这里 点开这里 在这儿 你可以去点开交易指标 我们在去研究波浪的时候 经常会添加一个技术指标 当然你可以添加这个蝴蝶指标 蝴蝶是个非常好的去研究 波浪理论的一个指标 我们也有那种专门的帮你熟浪的指标 但是我不太常用 你可以把它拉到最下边了 有一个技术指标 这个技术指标了 叫做波浪的交易系统 不是这个 叫做ZIGZAC指标 这个指标是MT4图表图形当中的一个固有指标 折线指标 点击开它 点开它 然后在这里点击常用 允许导入数字动态数据库 允许外部的EA交易 你不用也可以的 数参数固定的参数 是1253 我平常常用的是532 我会把它再修正一些 532 那越小的数值 它对行情的描述越精确 它的灵敏度越高 越大的数值 对于趋势的把握越好 灵敏度越差 所以在这的时候 这个数值其实是挺重要的数值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当我们插进去 把这个加载中间插进去之后 你看一下这个指标 那这是我们把奥币加进去以后 它现在是这样子 加进去以后是这样 当然如果我们再去做一个调整 我们在这边假设做一个调整 我把它变成 三 二 一 把它变成三二一 那你再看 你会发觉 它对这个行情的敏感度更强了 对这个行情的敏感度更强 强不一定是好 也不一定是差 有投资来说 我这个指标敏感 敏感是好还是不好呢 不一定好 但是也不一定是坏 所以中间是个中立的 我把这个指标的变得粗一些 所以我在交易当中 我设置的这个指标的通常会 会用五三二 或者是三二一的这两种参数 我把它变得稍微再大一些 稍微再大一些 宽度了 粗一些 我们来做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 做一个实际的例子 来图形当中 来在图形当中去看一下 它的波浪理论在走的时候的这个结构 那我们看到波浪理论在走 这个图形在走的时候 这个折线图会把这个行情的去 去分界出来它的走势的这个结构 去帮助我们去找到它的这个时间的节点 和空间的节点 比如说 我们去看 行情在走的时候 第一波行情就是 比如说我们看一组图形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 我和大家一起来画一下 波浪理论当中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波浪理论当中 我们如何去 如何去选取和识别它的波浪 如何去选取和识别它的波浪 那在这个中间 选取它的波浪的时候 往往会从一个节点开始 一个反转节点开始 就是你交易的时候 在数浪的时候 很多投资人说 我从哪里开始数浪 从反转开始数第一次 从反转开始数第一次 有些人喜欢在中间数 我觉得我不会在中间数 所谓的反转开始的就是 你看到的一些结构点 这些结构点的第一波 第一波行情 往往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反转开始 那些就是 因为你是先看到的 你是先看到的 波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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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推动与修正 推动与修正 那在行情运行的时候 你分为两部分 注意最初的这些修正 最初的这个推动浪 它在一开始的时候 也都是从修正开始 最初的时候也是 也是从修正开始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看到行情走第一浪的时候 往往是 它走连续下跌 走到低点 走到低点之后 我们看到最后一组行情 如果被反转 它就极有可能成为 行情上涨当中的第一波 行情上涨当中的第一波 假设我们对这个进行 去做数浪的话 它的第一波行情 就应该是从这里 涨上去回来 这是一 这是一 那中间一完后了 会走二 那中间一 怎么去区别 或者是怎么去识别一呢 一它有个特点 往往是从一些 不起眼的这种行情开始的 以一个不起眼的反转 展开了第一波 那接下来会走的 会走出一个漫长的 三浪往往会走出 就是这个三浪 往往会走出一个 比较长 比较大的一组行情 那以这个图形而为例呢 我们说三浪会走很远 走的很远 走多远呢 走到说 整体的这一组行情 都可以把它当成三浪 而在运行过程中 我们发觉 三浪在走的时候 本身内部就会有一个五浪结构 所以在这儿 它这个三是一个大的三 就在这儿的 这个三是个比较大的三 你可以把它 三往往是个比较大的格局 那在三的过程中 经常内部 还会有它的ABC结构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儿 也看到了它的 这个细 细小部分的ABC结构 就是细小部分的 这个 这是比它小一个层级的 一 二 我们经常所说的三浪三 就是一个行情运行当中的 最强浪 最强浪 那我用ABCD表示 其实它不是应该用ABCD表示 其实这个ABC表示 因为它没有其他数字 应该表达的方法 是用小一小二小三 它表示在整体三浪当中的 蕴含着五个小浪 其实我在中间这儿写的ABC 实际上应该表示成为 小一小二小三 或者说带有括号的 小一小二小三 我把它 去掉这几个 假设我们去掉这几个 再标准一些 再写的 再标准一些 数字开始 我从一开始 我用小的 指标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浪里边的二 所谓三浪里边的二 很有意思 三浪里边的二走完之后 会有一个 在中间交易当中的 最有意思的一波行情 就是三浪三 三浪三在交易当中是 走势最强 延续性最强的一组行情 走势最强 延续性最强的一组行情 所以我们在交易当中 经常会做到说 我要去识别出 那个三浪三 找到那个三浪三当中的 那个 最强的那波行情 找到那波最强的行情 那之后的行情会走到 第四浪 一波比较大的修程 接下来行情会走第五 五的时候就是 五的位置上的时候 就有可能走反转 当然在过程当中 也有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四的回调 不能够和一和二的 一和二的一些地方 有重合 所以这是它中间的一些特点 这是它中间的特点 我们退回来 走 退回来 看到说 浪的识别 再回过来 回过来看看我们这个 好 单纯的波浪理论当中 我们说一个完整的周期 包括八个浪 其实上涨的叫波 回调的叫浪 五个浪上升 三个浪下降 周期的上升阶段 包括推动浪 每一浪就以数字为编号 修正的时候叫做ABC 五浪完后就修正叫做ABC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中间它各自的每一浪当中 它的那个特点 第一浪 交易当中的第一浪 通常是最短的一浪 这儿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句话 常貌似从非常压抑的水平 发生不起眼的反弹 反弹还不够 或者 我觉得在这个词呢 不要用反弹了 因为 中文上的反弹是指下跌下来反弹 英文当中呢 它的这个反弹啊 其实是指调整 就是 他英文当中 correction这个词 它是指的调整 它没方向 反弹容易让人 起 就感觉到有这个 呃 这个 有方向性 反弹容易让人 指的是跌到底 往上涨 那 从非常压抑的情况下 出现不起眼的反转 修正延续成主区式的开端 最初的时候 这个叫做修正 大家来看 我们在这儿了 我把我的图像变得大一些了 大家来看 最初的这个行情 往下走 往下走 走到 走到下方 然后 它在往上弹的时候 很多人会把它理解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这个修正 但是 实际上它会 它最终的走 走出了一个反转的行情 最终之后 这个图形走上去 变成反转 所以我们看到 它的这个第一浪 它走到高位之后 往下走的这个浪 还有它走到低位 往上走的这个 反弹的浪 在最初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会把它当成一个反转 也不一定把它当成伊浪的开始 所以伊浪很有意思 伊浪不起眼 伊浪不起眼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多时候在交易当中 经常会在底部去做一些试单的动作 因为这个结构太不明显了 而它真正明显会走的最远的地方是三浪杀 所以在这儿 这个地方是比较 这是我们 我觉得这是中间一个重点 这是中间修正 然后之后延续 延续成为主趋势的开段 那回过头来 就我们刚才 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 然后到我们刚才那个图当中 识别 伊这个图形 伊这个位置上 这个伊 这个地方 这个伊 伊表达什么 伊表达 它的那个结构就是 它在最初的时候 就是一个不起眼的 这是伊 在最初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修正 你看 它前端下跌 然后反弹上去 似乎连高点都没有过 或者说 稍稍越过一些前期的高点 稍稍越过一些前期的高点 那在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们甚至有时候会认为 它是某种意义上的修正 某种意义上修正 那修正 然后逐渐变成主趋势的开端 真正成为主趋势开端的时候 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儿 你注意在这儿 这个行情完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图形 大家看 注意看 这根K线 注意看这根K线 这是一个特别有力度的K线 而且这根K线 我们看到它 就是从这根K线开始 确认了三的开始 如果我们一根一根钉K线 假设大家一根一根钉K线 底部大阳线挺身上来 走到高点和前期高点持平 那我在出现这根K线的时候 认为之后可能会出震荡行情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震荡行情是在哪里震 震荡行情是在这个区间里面震 将来有可能是在这个区间里面震 有可能在这个区间里面震 可但是这个行情没在这里震 哪个地方表明它没震呢 就是我们所画的这根K线 就是这一根线形出现之后 它确认 确认三浪开始 交易当中 三浪不是在最一开始就开始的 因为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三浪 或者说三浪你还不一定知道说 什么时候开始出 可但是一旦这根K线出来之后 三浪就开始了 我们说交易当中的第三浪 是行情当中走势最强 力度最大 运行幅度最远的一个行情 所以这个行情在这交易的时候 它是我们中间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这一组行情当中 它是最重要的一组 最重要的一根K线 浪的识别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 它打破震荡可能确认三浪开始 它啪一下上去 之后回到这个低点的位置 很有意思 知足互换对吗 回到了知足互换的那位置 那中间这一根K线 就是整个贯穿始终当中 最重要的 我再用一个词 KK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 KK 有时候是指着小K线 有时候指着底部上面的碳水干 或者某种形态 有时候就是指这根K线 它是引领行情的关键K 这根K线一出现 行情就跑来了 试想一下这种状况 又低 又上破 又三浪 所以这些行情都是交易当中 非常好的行情 行情从这儿展开 从这儿展开 大新阳线上涨之后 然后开始了 三浪 整个这一大波都是 都是三浪里边的 包括这个三浪五里边的延伸 三浪五里边的延伸 之后再跟大家说 我们今天先学一二三四五ABC 今天先学到一二三四五ABC 先不去学到说 三浪一 三浪二 三浪三 三浪 三浪ABC 先不学这个 三浪五是什么 不学 先学三浪ABC 所以在中间浪的识别 我们说 五浪上 五浪涨 是三浪 三浪 调整 五浪涨 是三浪调整 最重要 不齐 一浪不齐 一浪不齐 三浪最显著 我在这里面也 其实我在网上也跟大家去看到了一个口诀 中间可 一三五浪可加长 每段细分五小浪 另有等长久拨段 顶底不连通道长 三三相隔十五段 五三交错一寻常 波济浪浮有形状 长线上行 有扩张 喇叭鞋 三线一浪 二浪之后走势墙 中间用这一句 二浪走势 二浪之后走势墙 这些口诀 的确是口诀 但是什么地方开始二浪走势墙 什么地方二浪完 没说 A浪止住回头看A3A5不一样 中间的秘诀口诀 秘诀口诀 亮页的秘诀口诀 一会儿在群里面 谁表扬凯文老师 我把这个发给我们想住什么 我把他发到桌面上 叫做波浪理论42浪口诀想解心法 一会儿到群里面点赞去 谁点赞发谁 凯文老师讲得好 波浪讲得好 好 那这是我们看到波浪理论 那波浪理论刚才说 刚才讲了一浪和二浪 那接下来就变成三浪 俗称主生浪 通常最少 至少绝不会是五浪当中最转 也是最猛烈的一浪 三浪向上穿越一浪顶之后 代表各种传统的突破讯号 注意这儿这句话很重要 刚才上边的这句话很重要 对吗 我们把它变变颜色 这儿很重要变变颜色 那中间这三浪的确认 三浪向上穿越一浪顶之后 构成它的确认点 刚才我们再回过头来实际感受一下 一浪顶在哪 来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一浪顶在哪 很清楚对吗 一浪顶 三浪突破 一浪顶构成 所以中间在这个地方 在这组行情当中很清楚 很清楚 那它的 其实 其实点 其实点 很重要 确认 其实 会确认就懂 不会确认 完蛋了 你完蛋了 你没确认好 你确认的不对 这是我们确认 很容易 在这很容易 那下来以后再看 这个行情走的走的 走的走出来之后 走的走出来之后 四浪复杂 我们今天先讲到三浪 同时也告诉大家三浪最重要 那这还说了交易量非常重要 伴随有价格的跳空 股票 股票有价格的跳空 外汇没交易量 外汇当中 它比较重要的是出现了道士理论的买入点 出现了道士理论当中买入点 那我们在中间 新建幻动篇 我把这页的图 发给大家 这是我们的三浪 之后的话会变成 之后的时候 这个图形会变成五浪 会走出五波 会走出五波行情 会走出五波行情 回到实战当中来看一看 看看我们 其实理论要联系实际 才能够用得上 回到实际当中来 去数一数这个波与浪 我们说 识别它的波浪 其实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它需要行情走到那些 那些关键的位置 开始反转 走出那个 走出那个结构 走出那个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图形吧 来看一下欧远 把它点到最边上 点到最边上 我们说图形在上涨的时候 以这个图形为例 以这个图形为例 我们怎样去判断 它的浪呢 有几个标准 第一个 你在五浪当中 有非常显著的几个点 让你帮助你去识别出一和三 一 以不起眼的反转开始 往往是从最底端开始的 突破之后 形成一个底端反转的一个迹象 一 二 二位置的调整 一般不会形成对前边一个高点的一个反转 那在这个图形上现在在走什么 各位同学 我们说识别一很重要 确定三很重要 两个结构 那在这张图形当中 我们先找到最低点 先找到最低点 这是 这是那个最低点 行情就从这开始反转 那一是在哪里 一以一个不起眼的 这个反弹开始 当然有些时候 一有时候还变得很强 一啪一下就上去了 那这个图形是 是怎么来的 这个图形的一是比较强的 一直接啪一波支持上涨 你注意 那波反转的图形构成了一 反转的图形构成了 一 那中间我们看到 之前的这个高点 在这边被突破了 而且突破的时候 是以大型阳线做突破的 那这个地方 这就是一个显著的一个一 那在这个图形当中 一是走得比较强的 涨上来一是走得比较强 调整的时候呢 注意调整的时候 又回到支阻互换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我们现在 这个止损位置 1.1240 1.1240 再往上走 破位上去 破位上去是走什么 破位上去 3.1240 3.1240 3.1240 一旦破位 2.1240 2.1240 2.1240 3.1240 现在的行情 再走2 现在行情再走2 再走一个复杂的2 就是这些走势都是复杂的2 那有可能这个图形的 再调整到低点 然后再冲上去 不管怎样 破位上边缘 形成3 3开始 破位上边缘 形成 形成一个3 那我们在中间 有各位同学 你们如果做波浪里面 怎么去操作呢 很多时候在交易 就需要去做一个操作 怎么去操作呢 第一个 你的入场点可以摆在 你的入场点可以摆在 入场点可以摆在 这个1的一半的这个位置上 这就是入场比较比较早的 有的时候 投资人还会把这个单的 做在1的这个底端的位置 一破位就做 这是1的位置 1就开始做单 2的调整位可以做单 2的破位位做3也可以 所以现在欧元 交易的方向是什么呢 它的浪到了哪呢 浪到了哪呢 浪到哪呢 浪到哪呢 各位同学 你们浪到哪呢 中国话很有意思 今天我一个好朋友 去贵州旅行 旅行结束了 我发了一个消息 我说玩完了 玩完了 发了个微信 玩完了 他说兄弟这话让我怎么回 你可能没接我的意思 所以中国话很多很有意思 浪到哪里 那我们说在这个图形当中 这个浪它是涨势还是跌势 这个图形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 各位的回答 宋文学书先生清楚 这是涨还是跌 现在这个浪是在涨势 忽然一下全没了 涨还是跌 那我们周建新同学刚才一嗓而过 如果说是还没有出关键K 没出关键K 没出关键K的思路 就是他想等三浪 浪什么呢 等第三浪 那如果他认为出关键K呢 那是在做什么呢 那是在做一浪调整之后就开始做 所以在这儿去做 当然我们再回过头来 如果在交易细节当中 我们说有几个入场级别 有几个入场的位置 入场位置不同 体现出交易的状况的 体现出交易的状况的不一样 每个人的交易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做到说 一浪抄底就开始做了 有的人做到说 二浪调整做一浪的回调 有人说二浪上破之后 做三浪的起点 不同的中间有不同的做法 长距离 三浪是安全长距离 二浪也还可以 二浪也是一个 二浪容易做短单 三浪是安全长距离 三浪就是中长 三浪是中长 一浪的单呢 一浪的性格有些逆势 在做在一浪的 有些逆势 一浪的性格是逆势的 或者他做的时候是最初的反转 最初的反转 这是他中间四浪了 四浪是 因为四浪是三已经走了很远了 四浪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修正 五浪会走出非常复杂的走势 就是涨到高点 你再做单 会走出非常复杂的走势 那回过头来再看 回过头来再看 目前的欧元 我们说四小时级别 我一般不把它做到更小的级别 它现在什么位置呢 在二浪调整 属于二浪调整 一浪的长势已经确认 二浪的盘整区间已经确认 现在二浪有两个入场点 第一个二浪当中逢低买入的买点 和破位买入的买点 破位就是追逐三 逢低买就是二浪调整低点 我想在这儿的大家应该是觉得有意思 这是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欧元在这边做多了 如果说再做多 做三浪的话 那我就去做一个 在网上我去布一个三浪的单 三浪我用破位单 在交易 假设我们新订单在这儿 去布一个欧元的破位单 我去做0.81 0.81 这个做试价挂单成交 sell stop buy stop buy stop做多少呢 1.12 假设我们1.12 888 1.12 中间给他一个888 888表明我们说这个位置 还是蛮吉利的这个位置 止损价 给一个30点 假设我们30点 388的这个位置 注意这个单是相对偏中长线 相对偏中长线 388就是说 这个单又重新回到这个低点 重新跌破二浪的低点 这个单就反转 距离往远多少 这个上面50点 我觉得 好像这么 给一个假设我们先给上100点 给上100点的这个空间上去 50对100 这样的话 50对100走这个三浪行情 止损只在低点 然后跑上去 止损只在低点 然后把这个单了 在这个单了把它把它下上去 我把这个单了也也发送给各位各位同学 稍作稍作一个调整 因为这个单我让它弹出来 我让它弹出来 假设我们获利目标被稍作一个休止 让它弹到我手机上来 听一下这个钉的声音 听一下这个钉的声音 那怎么没过来呢 不知道 大家自己手动把这个单下一下 这个单开始跑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中间 我们先是看到这个行情可能会会走出一波一波走势 怎么就 怎么就出来了 完蛋了 完蛋了 一会儿我们再再看看 所以在这的时候 我们看到欧元 如果他上破 我会追加他的追加他的仓位 在这边会追加他们 把这个图呢 今天先发给大家啊 属于属于二浪 属于二浪的调整调整段 属于二浪调整段 还在还在进行当中 这个二浪还在还在进行 还在进行当中 慢慢的看到后期会走到呢 破上去以后这波行情就就来了 最近还是美元相对比较弱 那这个图形你看啊 他也是 日线图级别 走走走走到低点开始反转 反转的内部 我们说 在这补充一句啊 就是交易到底是趋 这个行情运行到底是趋势型的 还是震荡型的 有人说交易是趋势的 在最广大的级别上 我觉得交易也是某种层级的震荡 反正就它不会消失 涨到高点会回来 这是看到的欧元 它的属于这样的一个图形 再来看四小时图上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小时图上的这个 那它它属于什么位置呢 这个图属于什么位置 它属于什么位置 我们发现美元对瑞士法郎 三浪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底下的这个下跌拉回 似乎是似乎开始的这个下跌行情 不是三浪一了 而是变成三浪三浪 跌破低点 再来然后再往下三浪三 主主要的下跌趋势了 那我们看到下面还有多单 把多单进行再进一步的减持啊 交易品种当中对于美元对瑞士法郎 进行进一步的减持 美元对瑞士法郎 还有6月26号的多单 再去再去评上 评上一个 0.1 0.1 再去评上一个0.1 我把刚才那个挂单发给大家 刚才我们挂的这个 嗯 挂的这个单是 刚才就挂的这个单是 buy stop 0.81 欧元兑美元 入场的位置 1.12888 止损1.12388 目标位置 1.13388 位置 这是我们看到的他 是我们看到的他 另外还有一个动作的 就是我们把美元对瑞士法郎 这个货币队呢 再次去评仓上一些 评仓三分之一 美瑞把它评上 评上三分之一的美瑞的单 那这个图形 我觉得还在走啊 注意刚才我们评仓的 美瑞的单是评的多单啊 不是凭的凭的空单 凭的多单啊 还在往上走 那现在 给各位同学 你们来做一个思考题啊 拿上个英镑啊 英镑在干什么 好多投资人去研究K线 其实我觉得单纯研究K线 还不太合适 就来就拿这个图形来看 英镑的走势要比其他要更复杂 来看一下英镑是在走什么 他有没有完成对底部的反转呢 底部的反转这个出现吗 第一浪出现吗 就以一浪是一个不起眼的反转开始 虽然不起眼 但也要反转 而且一浪出现之后了 往往会出现说 前期的高点和回调的低点 低点不再重合是最理想的 但是英镑呢 在这儿出现重合 那这是他的特性 因为英镑的波幅比较大 所以他会出现重合 那这个区域就是一个支柱的区域 如果欧元的话 这个区域都不会交接 英镑的话就会有交接 再问一下 他现在在 他是在走什么 亲爱的同学 他是在走什么 走第几浪呢 他在走什么呢 这个图形是什么 他要干什么 有洋人说三浪 走走走三浪 中间我们来看 说 一是一个不起眼的反转 一是一个不起眼的反转 这不是现在有一个折线吗 就是这个折线的作用就是 他走一根跑上去 那这一根呢 就是 一组 就是他走一根上去 就是一组 这是一组 这就是一个浪 然后回调一个浪 他在这边 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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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 我们可能会把他认为是三浪的一 如果他突破之后 我们会确认他真的会走三浪 所以在中间 我觉得现在 你可以把他归结为二的调整 也可以把他归结为三的开始 但是他还没确认 哪里确认呢 破位就确认了 二的高点 上破之后 就确认了 所以这个位置很关键 这个位置很关键 英镑 技术面团的行情 是如何变动 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和大家去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 一直和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 我们在中间去说的一个 波浪理论 那么今天 继续和大家去来探讨波浪理论 那今天我们和各位去探讨 这是波浪理论当中 行情的 第四浪 中间的第四浪 那昨天我们说 行情在确认的时候 第一浪 第二浪 第三浪 其实是 特别重要的 这个浪 特别重要的 往往是发生在这个行情 产生和反转的这个 时间点上 一二三特别重要 确定了一 找到了行情最初的开端 修正 然后变成了主要去主趋势的开端 确定二 找到了一的调整波段 确定了三 找到了交易当中最有力的一个波段 我们说 一浪穿越了二 三浪穿越的一浪顶之后代表的 突破的讯号 注意啊 仔细去想 三浪穿越一浪顶 其实就是 三浪一旦穿越一浪顶就表示 二浪的修正结束了 那一浪的顶包含几部分 第一个是一浪的最高点 同时也是二浪盘整区的最高点 那三浪一过二浪盘整区最高点 那行情就开始了 四浪是一个复杂的形态 也是市场固整的 一个固整的这个阶段 第四浪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它不能够跌破一浪的顶部 否则就反转了 对吗 它不能够跌破一浪的顶部 也就是说 四浪的大小 四浪的大小一定是小于三的 因为假设以一个 假设你在走的时候 四浪的就是这个上升趋势 四浪的最高顶 四浪的最高点 其实就是三浪的终结 四浪的最低 不能够超过一浪的顶 那一浪的顶就是三浪的起始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 四浪一定要比三浪小 通过刚才所说的这个 四浪绝不能跌过一浪顶 其实说的是什么 四浪必须 四浪必须小于三浪 就它的幅度 它的幅度 必须小于 那如果说大于 第一个它的顶端不会大于 因为它的顶端就是三浪的最高点 当然有时候在四浪的时候 有时候会会穿刺出一些新的高点 一般情况下 四浪的这个高点和三浪的高点 应该是大约持平的 或者就是以上升形态 低点的不能够跌过三浪的低点 我们来看一下 在具体的行情当中 来看一下这个走势 选取还是选取四小时图 我们不在很微小的情况下 来去看看 好 来看一些行情在走 在一些 行情在走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去找到这个四浪 其实在中间 行情在走的时候 四是不容易去找到的 也就是说 有些行情 我们容易找到的是什么 容易找到的是 一二三是比较容易找到 所谓一二三就是 行情之前是下跌走势 经过复杂盘整之后 比如说像这样 经过复杂盘整之后 开始走三 开始走三 三有个显著特点 就是要突破前高 三有显著特点 就要突破前高 那中间 比如说我们在 黄金这个集次当中 就看这张图 我们把它分界成为 几个标准 第一个就是 原有的下跌波段 那这是 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 原有的这个下跌波段 看到的这些结构 也是从高点 也开始逐渐变高 高点逐渐变低 低点逐渐变低的一个 这个波段上 呈现出一个下跌的结构 那我们说要求这个行情 穿越到前期的高点之上 穿越到前期的高点之上 有效回调之后 然后再次挺身 有些时候 我们注意到 某些时候 你有可能会把 这个 有些时候 你有可能会把 这个一浪的开始 确定好了 但是三浪的开始 就一定要过一浪的高点 好 那现在我在这 就有个实际的例子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实际的例子 这个实际的图形 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逻辑上的变化的关系 来和大家来去 看一下图形当中 这个走势是如何 走势是如何变动 那我们来看 这是 我们来找一些交易的品种 原油的品种 比如说我们以下边 这是我们目前黄金所持的单 这是黄金我们目前所持的 黄金目前所持有的单 黄金的刚刚建议 黄金这些单都是刚刚建议的单 那我们不管怎样 然后和大家来去看一下 怎样去找到三 和怎样去看出是四 现在是黄金的四小时图 和大家一起去结一下图 那我觉得还是把这个 人加上去 人加上 换个微笑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三是如何开始 昨天我们说 行情只要说突破前边盘整的低点 那这个依旧有可能开始 比如说我们在这 看这波行情 这波行情涨上来 它突破了前边的一个高点 这是前边的高点 走上去前边的高点 走上去前边的高点 它在这里突破之后 我们发觉这波行情 越过前期高点之后 那一旦越过前期高点 我们就认为 这个我画的这个箭头 我画的这个箭头 就这个箭头 它就变成了我们说的一浪 这是中间的假想的一浪 预计的一浪 这是预计的一浪 可是这个一浪 最终没有形成真正的一浪 它没有形成真正的一浪 原因就是 我们说形成一浪 要有二浪调整 有三浪之后 一浪才能够真正被确认下来 否则这个一浪 实际上不是一 而是上一波行情当中的ABC 这点大家要知道 如果没有三 一其实是前一波波段当中的ABC 这是好多好多人 在学习波浪理论当中搞不清楚的 认为一一旦出现就不会变了 就是很多人在做交易说 这个讯号一旦出现就不会变了 不是的 出现之后还可以变 一浪的条件就是 超过前边的低点 我就认为它是一了 接下来走二 一回调就走二 一一回调就走 一一回调就走二 那二在这里 这里在走的时候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是我们看到 这是中间的这个二波段 这是这是波段二 这是波段二 那 调整中的二浪 调整中的二浪 注意二浪呢 这次二浪呢调整的比较深 一直调整到中间的一 前面的这个的内部 调整当中的一个内部 那中间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去画一些虚线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叫做比例关系啊中间 这儿有个比例关系啊 这里的比例关系 什么比例关系呢 注意这个这个点呢 我们说一浪是以不起眼的关系 那中间比例关系 这个比例关系 你们经常听小王子的课程啊 就是 蝴蝶蝴蝶当中特别讲就是说比例关系 那这个比例关系往往是一个回调比较深的比例关系 因为我们说在交易当中 在交易当中 第一浪是一个不起眼的这个产生的比例关系 那之后呢 二浪还走出一些复杂的走势 包括在这儿我们还看到二浪中的复杂走势 这是这是二的复杂走势 这是二的复杂走势 我们说三从什么时候开始 三从什么时候开始 三从价格突破一浪的最高点 或者说越过二浪的时候 就是行情越过二浪的高点的时候 三就开始了 那这个这个结构在哪呢 这个结构我们看一下 这个结构也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一个一个点 那假设我们说这个行情在这儿呢 又从这儿走回来了 假设这个行情又走回来 这是画一条虚线 假设又从这儿走回来 那么这个这个虚线在做什么 那就这个虚线在做什么 它是二浪的延续 就是二浪继续延续 走走盘整 二浪继续继续延续 那一旦越过这儿 那我们就开始 三浪开始了 所以这个关键点特别重要 三一下 直接直接一波行情就冲上去了 连回调都没回调 三浪一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个行情 又回调一下 然后之后回调之后 这是这是三浪当中的二 就是三浪当中的 这是三浪二 那这个呢 三浪三最强一浪 就是再走一波最强一浪 就上去 不管怎么样 这波行情是相当的强的一波 相当强的一波行情 这是这是我们说的 就是从这儿开始 一波挺身的行情 这是我们说的 这是三浪三 其实整体上的这个三浪 整体上的这个三 这个这个强劲的 这是这是整体的三 这是这是冲上去 这是整体的三 那中间还有三浪一和三浪三浪三 这个中间它比较复杂的三浪一 那我们说三浪一从哪里确认 昨天给大家给大家说过 三浪一从哪里确认 三浪一从那个那个边界的小黑线破位 这是假想路径 假想路径 二浪延续 假想路径的二浪延续 这是这是一个假想路径 那这是三浪一 这是三浪三 中间的三浪当中的二 那接下来我们说 现在黄金在走 在顶部的时候在走 我们说行情在走的时候 四浪会走出非常复杂的走势 一般情况下 四浪不会过一浪的高点 四浪不会穿过一浪的高点 那现在其实它既是 既是大周期的三浪四 也是这个小周期 这个小周期的三浪四 所以它一般情况下 它不会过几个点 就这波行情如果 如果往下走 它不会过几个点 第一个 它就不太会过这样的一个点位 它不太会过这样的一个点位 那我们说 之前三浪一 在这儿 各位同学这是什么 这是三浪一的最高点 对吗 这是三浪一的最高点 所以这波回销下来 不太会过三浪一的高点 如果这个四 越过了三浪一的高点 这波就很可能反转了 所以在这儿是个讯号 我们说黄金如果往下走 如果如果往下走 它走回调或者反转行情 不太容易过1350 如果过1350 这个行情下一步的目标 就是1300 就是前边1300的这个大关卡 所以这儿是一个关键的关卡价位 它是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我们说 这是行情基本上是大波段的反转 大波段的反转点 因为它是三浪 三浪一的最高点 这是三浪一的最高点 这是三浪一的最高点 那还有一个高点 是这个大格局上 一浪的最高点 所以在这儿这几个位置 这几个位置都是很关键的几个位置 我们把它标注出来 就是这两个点位 1350和1300 这两个点位 分别叫做三浪一的最 三浪一的高点和第一浪的高点 现在出现两个高点 一个是 所以中间 注意这是两个一浪高点 这个地方你要明白 这个两个一浪高点 它是不同层级的两个 两个一浪的高点 两个一浪的高点 那一般情况下 这个回调不会过它 所以如果 如果黄金的这波走势 下坡到1350下方 那这个图形就真的反转 它的目标就是1300 甚至更为下方的这些位置 就会出现 它的反转结构 黄金就真反转 没有的话 就还是在走波段的四 现在走的是三浪四 和大波段的四周期 大波段的四周期 所以在这儿 我会认为说 四周期走完之后 还会走五 现在这个周期的是在走 走这个四周期 现在是在走它的 四周期 那如果它是四周期的话 那我相对来说 对这个行情就是 涨势呢 还是有一些乐观的 有一些乐观 所以在这儿的是 它的周期四 现在在这儿 是它的周期四 那我们这一个 这一部分 我们就说波浪 它第一次浪 不能过第一浪的高点 第二个 它的走势特点 三浪和四浪之间的区别 是感性的 一浪和三浪的区别 是理性的 什么时候三浪开始 越过一浪的高点 一越过就是 请各位同学 来给我指一下 哪一根K线 越过了 一浪的高点 哪一根K线 是三浪确认开始的地方 各自把你们 MD4图表当中的 这个图弄出来 来给我说说 在这张图当中 就在这张图当中 你们给我说一下 哪个时间点上 哪个价位 标志着黄金 开始走上涨波段的 三浪确定 哪个时间点 价位是多少 这个问题回答好了 你就知道了说 其实点在哪里 很重要 三浪超级重要 三浪是交易 最好的行情 来我来看看 大家回来 自己自己弄 你识别出这些 这些地方的时候 你把这儿 识别好的时候 你发觉你的交易 至少在波浪理论 这个层级上 一开始 是就比较熟悉了 来自己来看看 我一直给大家说 就是我们 学习的时候 几种学习方法 弄个手机 看看屏幕 手机上 你至少有MT4平台 四小时 现在是看黄金 如果有条件的话 各位同学 你可以在家里边 弄两个显示器 价位在哪里 三浪是在哪里开始 5月31号 突破 价格突破 1302 1302 其他呢 其他呢 这个 其他人怎么看 都没看法吗 没看法就没看法 所以我在这的时候 我说大家自己要 要这个地方要弄 弄清楚弄明白 弄清楚弄明白 弄明白了才有意思 这个图才有意思 好 回过来 回过来再看 所以它是个确定的高点 非常复杂 那第五浪 回过来 回过来到这个 PPG当中 看第五浪 第五浪通常比第三浪平和 交易量开始落后于价格的变化 百档指标出现背离 百档指标出现背离 所谓的背离就是 价格在上涨 指标动能减弱 你注意 背离所讲的意思就是 价格还是可以走出高点 但是指标已经开始向下回落了 比如说 我们说MACD MACD MACD是说两条均线之差的 价格不断在走出高点 但是MACD不能走高了 因为MACD表示两个 快慢均线之间的差值 那现在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来越小 MACD在回调 所以这就是背离 比如说RSI 比如说我们是这些 等等的这些百档指标 都会出现一些变化 就是价格往上走 指标往下走 这就开始背离了 所以五浪出现背离 四浪是个复杂过程 是市场固整 这个地方固整阶段 固整阶段 中间如果穿插基本面的话 在这儿有持续的基本面 它就会演变成为五 第一个 如果这儿有持续的推动 基本面推动 它就会很快的延续 延绘成五 如果有新的基本面的推动力进入 它就会演变成一个一 注意 技术面上一是通过图形看的 基本面上不去看图形 基本面上说 如果这个行情在这儿有新事件出现 这个图形就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五浪那中间四是这样 那五比三平和 五价格回落 五呢中间开始出现 摆档的这些状况 第五浪 走势平和 那走势平和 中间还有交易 缩减 交易 交易缩减 因为太高了 专业的交易者不会在这么高的位置上去做 除非有新的讯号 进来交易缩减 第三个 指标 背离 指标背离 我们将来 那比如说我们在讲 高级班的课程的时候 讲什么 就讲 什么叫走势平和 什么叫交易缩减 什么叫指标背离 深入进去的时候我就会讲到说 这些指标背离 怎么背离 能够尽早的去识别出五浪开始 那中间 五浪之后 有可能会走 走 新开始 行情重启 波浪理论当中是行情重启 所以这是我们在中间说的波浪理论的第四浪和第五浪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形在走这个四 实际上在交易的过程中五浪做的其实并不多 因为它走势比较缓慢 最常见的是三浪走得比较好 那现在这个图形是在走 我们看到这个图形你可以理解为四浪的运行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三角形收敛整理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三角形收敛整理 那三角形收敛整理 那你也可以在这个三角形区间当中逢低满入 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 我们做的是逢低满入的这个动作 也是还是做这些满入的动作去来看黄金 所以黄金我觉得目前图形上 还是有相对有这样的交易机会 另外目前我们看到整体上美元还是比较弱的 我们中间做了白银的多单 我们还做了兰特的空单 兰特的空单的现在有 兰特一手的空单从6月20号到现在大概7月20号 一个月一手空单有218澳币的收益 那做一手218 一年218的就是1000人民币 那这个交易做一年有多少收益呢 我们一看这个数字做一年一万几千块钱收益 就利息兰特利息一年收益一万多人民币 做一手一万多人民币 也是一个很很不错的一个图 很不错的一个图 所以在这儿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的黄金上还没有走出来 其实如果你要去做分析的话 我们波浪理论分析好了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效的 昨天那个图没保存 直接就没了 所以今天我先塞一下 塞一下 就是教科书 波浪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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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 浪 波浪理论 四五浪 保存 之后我们在课堂当中也给大家一些 也会就是听课的这些同学 我也把这个也可以发给大家 就是你们在做的时候 把这个讲义到时候 我编辑好之后也发给大家 你这样会 这样会你会有更多的学习的这些东西 有更多学习的东西 刚才的那个图呢 我把它copy一下 然后发给我们的成都小分队的同事 让他们去做一个编辑 然后发给大家 当然这些都是非常比较干的一些干货 很多同学在我们的群里面能看到 但是听讲解会听到最清楚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四浪和第五浪 那明天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去讲解更为复杂的 ABC浪 ABC浪 那ABC浪寻常的回撤 什么的这些等等 我会在明天给大家讲 另外我们说 说波浪理论昨天有口诀 有口诀 这个波浪理论的口诀是非常棒的 大家在群里边去发言鼓励什么什么 说凯夫老师长得帅 然后我就把这个发给他 发给同学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波浪理论的口诀表 这是波浪理论 好 讲到这儿 我们接下来刚才说了兰特很有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 把兰特如果运用在这个里边的时候会 这是兰特 这是兰特 那我们来看一下兰特是怎么弄出来 兰特我们做了一个空单 做了一个空单 从哪里做呢 从从这儿啊 从这个也是破位点开始做 这是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入场点 这是他的入场点 这是这个行情的入场点 我们说兰特这个图形 假设来做做目前的指标区分 我们说行情涨涨涨涨到最高点 在哪里开始认为他就以这个折线开始 哪里会开始说他的新的一个波段开始 行情涨到最高点 以一个不起眼反转去跌破前边的低点 我们看到在这张图当中 以折线图为标准 这是前低对吗 这是前面的低点 跌破前低 就是这组行情 他跌破前低之后 他就是一个一 回调之后是二 再破位 在这儿再破位 这组行情就是我们说的三 你看三有它的特点 三在最一开始就显现出一个快速下跌的结构 就这波行情 这波行情在最初的时候就显现出 它的那个三浪的气质出来了 这波行情 你看他在这儿啪啪就很快 就是他真正在形成三的那个瞬间的时候很快 这是三浪一下就下来 然后震荡 然后之后再破位往下走 我们现在做的是它的第二波行情 这是它的三浪的延续 这是三浪的延续 三浪走出第一波下跌之后 走到低点 有效回调 回调到位置上的再走 那在大波段当中 如果要看的话 现在要走的就可能会走出三浪三 所谓的三浪三 将会走出最强一浪 现在如果在大波段当中 就是三浪三 如果在小波段当中 我们就看到这一波下跌 拉回再走 就是小波段当中的第三浪 现在是在走小波段当中的第三浪 或者说在大波段当中的三浪三 其实是一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是 其实表生的是一个东西 所以你发觉中间行情走顺了之后 评判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把最近是讲解的是在讲这个波浪 那我们就用波浪来看看 我们认为黄金 整体上现在是在走第四浪 四小时图级别上 黄金在走第四浪的震荡 那么在今天的时候 我们继续还是和大家去来探讨波浪理论 在波浪理论当中 一起来去看一下它比较复杂的ABC浪 就是五浪当中上升走到第五个环节 行情会有一次比较深入的调整 那这个深入的调整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ABC浪的调整 那先来看一下 单纯的ABC浪的调整是什么 第一个A浪 误解成为寻常的回撤 但是A浪具备了五浪的结构 就应该引起警觉 特别是如果交易量的增加 股价反而不能上涨 就交易量变得多了 股价不能够上涨 ABC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反转 第二个呢 就是B浪是新一轮趋势当中向上的反弹 同时具备有较小的交集量 但是有的多头头寸 是最后的侥幸逃生的机会 就是行情走到B浪 其实已经是顶部 已经逐渐进入到尾声了 有时候还会超过前期的高点 就B浪当中 有时候还会点次出高点 那这个高点就是 有可能走出我们说的2B行情 那C浪呢 通常会跌破A浪的底部 形成所有技术意义上的迈出讯号 你会发觉这个C 在某种级别上 也是一个A浪开始 或者说也有可能是一个三浪开始的一个讯号 也有可能是三浪开始讯号 所以我们来交易当中实际来看一下 它的ABC浪 然后它是怎么走 我们中间再次把这个交易的图形调出来 中间点击上一个4小时 今天又是新的一个纽瑞又继续跑上去了 纽瑞又继续跑上去了 这是我们研究一个图形 然后ZIGZG指标呢 我们把它变成532也好 321也好 532也好 321也好 都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都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说这个设定的参数 那我们现在是532都可以的 532 那就以 当然532如果变到4小时图上 你会看到这个好像太简单了 就是这个图形有可能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在我在有些时候呢 会把这个参数呢 调整为321 321 调整成为321的时候呢 会看到它这个行情会有更多的这个波折 就是如果你交易的比较细节化 比较多的时候 那就可以用它来去做一个 来用321来去做一个变化 那我们来看一波行情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澳币 既有上方的多单 也开始有下方的空单 我今天做了一单澳币的空单 原因就是我想规整一下 原来澳币的多单的一个 一个就是原来的多单进行一些平衡 这是我们原来原来多单进行平衡 我们再次去调出一个货币对来 比如说我们调出黄金 这个走势的是比较比较复杂的一个走势 然后看一下黄金在它走这些关键位置上的时候是如何做变化 如何走它的ABC结构的 那我们现在大格局上 昨天说黄金的格局呢 我觉得黄金现在是在走四浪 还没有走出真正的五浪 那我们再找一些它之前的一些走势 然后去来看一下它是如何走ABC结构的 那行情在走走这个这个ABC结构的时候 往往会走出一些行情啊 就是这个图形往往会走出一些 有可能会创出新高 有可能会跌破前提的一些反转走势 所以在ABC很有可能 或者说非常有可能去演变成为新的波段开始的一二三 就ABC它是前一个波段的ABC 也有可能演变成为新的波段的一二三 就看它们的结构大小 就是看它们的结构大小 在这蛮微妙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看你能不能产生出这样的感受了 比如说我们找到一个行情反转的位置 比如说原来这波原来的一波趋势 这是早上一波我们换一个黄金好像不太合适 黄金这个结构呢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 那我们拿这一段的 拿这一段的美元对日币 拿这段的美元对日币来做一个探讨 美元对日币做一个探讨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的 同时在下方也摆上一些美元方面上的持仓 看一下美元方面上的持仓 比如说美元对兰特 美元对日币 我们现在认为美元对日币呢 整体上来说是相对偏多的 有一些美元对日币多头的一个走势 美元对日币还是一个偏多的 美元对瑞士法郎也偏多 美元对日币也偏多 这是美元对日币的这些图形 好 那在美元对日币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它原有走势的结构 和它的ABC结构是如何去做区分的 那我们说ABC结构当中的 一二三 就是交易当中的一二三是容易确认 你会很快去找到这个一二三 比如说在这张图形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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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的结构我一直说一二三很容易确认 那这个位置 一二三总是伴随有前期低点之前的一个破位单 这是我们在很多时候 就是不断跟大家去强调的一个单 前边下降趋势低点被反转的时候 下降趋势低点被反转的这一波 就是我们所说的伊朗 伊朗非常强的伊朗 那形成了一个底部的反转 那这个结构当中 往往会出现一个下跌延展 延展到它的一个延展位置 往往会延展到它的1.5 或者1.618的位置 反向延 反向延展到1.618的位置 所以这个浪我们叫做一 这个叫做一 一个一浪 那之后回调的这个浪呢 我们把它叫做二浪 接下来会走这个三浪四浪五浪 会走三浪四浪五浪 那中间三跑上去四震荡 或者说有些时候三在走的时候 我们说三有时候走的时候 这个会走出一些复杂走势 会走出一些复杂走势 但是三有个特点 三会突破一的高点 不管怎样三会突破一的高点 去构筑出一个三 像这个图形 三越过一的高点 越过之后有些回调 最终形成一个最终形成一个向上破位的一个结构 这是一的高点 最终形成一个向上破位 那这个单在最后走的时候呢 没有走出最后的四和五 五五有时候有时候在中间的时候 我们看到中间这儿 这一波上涨是三 那这一波呢 四 中间我们会看到 这个四呢 在中间的行情走过一个盘整 四完后呢 本来应该走五啊 五就是说这个行情还会跑上去 但是有时候的这个行情可能会走一个缺失 缺失之后就是如果四走深入回调 甚至跌破三的跌破三的起升点 跌破一的起升点的时候 那这个行情就反转了 行情从四上开始反转走ABC结构的时候 有些时候上我们会看到这个一啊 就是四周的一会走出五个节奏 下跌拉回再下跌再下 走一个五就是如果ABC当中的A 是由五浪决定的 如果ABC当中的A 是五浪决定的 那么他在中间 ABC当中的A是如果是五浪决定的 那么ABC当中的A就有可能演变成为一个单纯的 新波段的E 就是它是很难区别的 这是中间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回过头来看讲 A让通常会比较理解为新的回测 误解 那我们说误解为A的寻常的回测 但是A呢有可能不是寻常的回测 而是有可能是新波段的E浪 如果A浪具备了五浪的结构 就应该引起警觉 那这种警觉就是更有可能反转 这个警觉就是说它更有可能在这反转 尤其是交易量增加了 行情走到高点往下走 交易量增加 又是五浪结构 那它就更有可能在这走反转行情 反转就是新的E 注意我们说的反转就是一个新的E 反转就是一个新的E 伴随交易量增加那就更像是新的E 就是更像是更像是新的E 这是我们在浪上做识别 这是在浪上做识别 好再看 好再看 随着交易量的增加 那B浪呢 有可能是新趋势当中的向上的反弹 画一下 这假设我们画一下在这儿 这个行情当中走走ABC结构 在这儿我拿 我拿B跟大家画一下 中间这儿是一个意思 我们继续学习这个 好中间我们看到这个 这是A 这段是A 反弹的这段叫做B 反弹叫B 然后再走一个C 这个结构有可能会让人 也会认为说这是一 二 三 ABC有可能变成一二三 新波段当中一二三是很容易被 被这样去被这样去认知的 那A中间他怎么什么情况下会加强他朝着一走呢 A怎么会变成一呢 A 朝一走的条件 第一个 第一个 五浪 好 五浪 第二个呢 中间的交易量提升 但是他往下走 好 交易量开始往上走 你注意 一浪当中的就是 波段当中的这个第一浪啊 这个第一浪就是 伴随那个状态就是交易量提升 但是往上走 他呢 交易量提升 但是往下走 他就更像是个E 更像是个E 那B浪呢 B浪 B浪有个特点 交易量下降 B再走 B是往上走的 在这个图当中B是向上的 B向上走 向上走的行情 同时交易量在减小 这就变得有意思 我们说整个上升行情当中 上涨伴随大的交易量 反过来说 嗯 这个交易量又减少了 向上走 交易量减少了 交易量带动了这个行情的运行 交易量减少了 那这个图形是 从哪儿走的 这个图形 不妙了 这个图形将来可能是往下走了 所以它就更像是波浪理论当中的2 B像是2 C呢像是 C呢像是 像是3 再往下走 所以ABC某些时候 可能会演变成为 演变成新的E23 那我们在这中间注意一个 很重要的一句话 他说 C浪通常会跌过A浪的底部 形成传统意义上的迈出讯号 这句话是不是似曾相识啊 是不是似曾相识啊 好像像是啊 我们在之前说 中间 三浪穿越了一浪的顶部 代表传统意义上的迈出 迈出讯号 代表出 重拾交易量也是最重要 所以在这儿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它 在这儿可以指得住啊 所以在这儿是 这是它的ABC 实际行情当中 我在研究ABC的时候呢 可能会更加 我研究ABC的时候 研究的不多啊 研究一二三的三会更多 那研究ABC的时候 我倾向于把ABC去变换成为一二三 变换成为它的一二三 这是这是它 埃瑞特波浪理论 把这个趋势的规模分 化归为五个层次 我记得当时 我看书的时候是五个层次 现在变成九个层次了 太长了 太长 上达覆盖两百年的长周期 太长了 太长 我们注意啊 我们研究会是 要在自己生命周期范围之内去研究 办搞笑 办实在的 这跟大家说 你研究两百年周期的行情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比如说 我们也可以研究 人类历史 但是你又是在做一个金融 你要是考古 你就研究人类历史 你要是金融 就研究市场当中 现在怎么弄 而且我们发觉 现在的这种社会的变动 是越来越快了 还是越来越慢了 各位亲爱的同学 你们觉得 现在的世界 是变得越来越快 还是越来越慢 来看看你们各自的说法 没说法 还是没弹出来 今天大家听得清楚吗 多少人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吗 现在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快了 金融危机隔得越来越短了 科技革命隔得越来越短 我们很多时候 各位同学 你回想一下十年前 你身边的人 穿着的衣服 手里边拿的这些东西 你发觉跟现在已经很不一样 举个例子 假设说 你现在生在宋朝 生在清朝 一八几几年 我把你这个生命的周期房 钱扔上五百年 扔到一零几几年 就从一七几年 扔到一二几几年 大概变到宋朝 假设我的历史是好的 从清朝扔到宋朝去 你会发现 大概说的话也差不多 种的地也差不多 房子也差不多 什么也差不多 好那我把现在的你扔到五十年之前 你会发觉 完全或者把五十年前的你变到现在 完全变完全认不得了 五年前你用的手机 现在你还用吗 那个东西 那个样子 那个淘宝 那个共享单车 你发觉五年之中发生了多少 尤其在中国 所以我在说这个话题 很多时候很多同学去看书 拿着一本很老的书去看 这本 这本 这个波浪理论 上面就说了 要在覆盖达两百年周期的范围内 去研究行情 现在不需要了 你大概如果说研究 会试的话 你在过去的两年到三年之间 研究会试 你就发觉跟最近两年 有明显的不同 二千二零一八年 就在去年 全球 这个各国都是在收紧流动性 美国在做加息 其他国 英国在加息 加拿大在加息 到了二零一九年 全球反转 美国准备要降息了 澳洲已经降了两回来 新西兰也降了 各国都在降息 金融市场会得变得越来越快 去年还是说是 就是在中间 焦点还在欧洲 还是脱欧 还是等等的 今年已经变成的说 全球经济一体化 还是全球贸易 贸易壁垒的这些话题 当时变化越来越快 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 你们研究 艾瑞特波浪理论 你中间看上 五个周期足够了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看周期就可以了 你不用看五年 除非现在到达了 五年的高点或低点 你更不用看到 上下两百年 没有用的 那中间一些微小的趋势 我觉得大家也不需要去看特别微小的趋势 比如有些投资人说 我要在分钟级别上去分析五浪 不 不要这样做 我通常情况下会在四小时图级别上去分析它的那个主浪 就是主要的浪分析在四小时级别上 就是这个 这儿我们说的这个浪的层的标记性 层次的标记 标记法 这边也说了 第一个标记法 我们说中间有这个框图 框图呢说一二等于两波 一呢是涨点两波 涨点两波 一上一下 两波 那还有八波呢 八波的就是 八波行情的就是小括号的这个级别 小括号的级别 一二三四五 ABC 带有小括号的一共有八个波 就是我们的八波 那还有不带小括号的就是一二三四五 带小括号的一有五浪 带小括号的二有三浪 你注意 二浪其实是一浪的一个修正 二浪本身 二浪中间的A 本身是具备有五个浪的结构 A也是五个浪 B是三个浪 C是五个浪 那ABC本身就是具备一个完整结构的一个 一个二的一个结构 同时它也是一个一的一个回调 所以这个浪既是更大浪中间的组成部分 又可以拆分成无数细小浪的级别 这中间也是浪的难点 我建议大家浪的分几层的分三层就够了 向上看一层 向下看一层 向上看一层 向下看一层 找到这个行情运行的整体的周期在哪里 第二个就是往下看一层 找到它的细节的出入场点 这就可以了 做到这两层就可以了 那那那我们中间交易十五当中 三层主意 这就给一个 Kevin的注解向上一层向下一层三层主意不用看到九层了你不用在200年周期上看一层的数据 看行情活也活不了那么多 你看那么长有什么用了 马上经济危机一来 所有的这些波动全部都破灭了 都没有用 所以不要再做这个无用功了 4小时是我的常规图形 再看浪的层次 那一三五浪被细分为五浪结构 就是主要推动浪都可以细分成五浪 因为他们组成上一个结构的一浪 一三五组成上一个结构的当中 一浪当中的上升浪 二四浪的方向与上一个层次浪的方向相反 所以细分为三浪 调整浪 ABC构成了上一个浪当中的二 所以中间这个就是这一页 这一页PPT其实是波浪理论当中比较重要的比较重要的一页 也是很多投资人分辨不清楚的一页 这一页分不清楚没问题 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分析方法 就研究波浪理论 在这一周里边五天时间 我向来给大家教的方法都是 简便方法 就是让大家能够在很快速的方式下学到一种东西 当然你想学精细的 那我们还有精细的 就在这五天里面给大家一个 一个标准的解决五浪方式的方法 第一个找到一 找到一 第二个交易三 找到一交易三 找到一什么意思啊 找到一 找到那个行情的最低点和行情不起眼的反转 找到行情的最低点和不起眼的反转 第一个 第二个找到一的破位点 那是找到五浪当中最强的那一浪就是三浪 明白吗 懂不懂 我觉得在这懂啊 对不对 懂不懂 我管他五浪什么 上下三百年五百年 一共九波行情 我不管 我就在这个交易行情当中 找到一 回调二 做到三 我看看 试着看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不能编出一些口诀来 那天我跟大家说 想要口诀的找我的助手 但是我看到那个口诀写了两页 似乎还是有点太复杂了 我们试着去编一些口诀吧 打游试啊 不知道能不能编出来 波浪其实找到一 什么东西啊 就是他中间找到了这个一是一种不起眼的反转 大多数的时候这个行情都是不起眼的反转 就是形态上的时候 形态上的时候是那种 那个走的那个结构啊 就像是前期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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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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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忽然一个不起眼的反转反转上来 然后再再去下去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结构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结构就是一个啊 1 不知不觉出现1 还有这个1的中间 会走出一些复杂的结构 非要编个话 耐心等待二浪节 他真是太傻理了 编读这些话太傻理 二浪节是啥意思 就是这个行情刚才说走到这了 二浪节呢 就是说这个二浪会走出各种各样什么 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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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势 就是就只要讲 你知道吗 凡是推动浪都很简单 凡是调整浪都很复杂 二调整很复杂 但是二有个好处 调整调整就不调整 四是调整的最多的又高又调整 而且经常会坠落 所以耐心等待二浪节 那耐心等待二浪节 节的那个节点就是 节的那个节点就是三浪的起始 二浪了结的地方三浪就开始了 那二浪了结的地方在哪呢 二浪了结的地方就二浪最高点被突破了 一开始 那二浪了结的时候 在 那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其实二浪了结的地方其实和一浪是重叠的 就是一浪的最高点 二浪会运行在一浪之内 二浪很少会跑到一浪的外边 所以二浪结束三浪死 那一浪高点 要去做入场 中间这是它那个入场点 一浪的高点就是三浪确定的那个位置 补充一句二浪入场有两点 第一二浪的入场有两个点 可以做二浪的入场 在哪个点呢 二浪的低位和二浪的高位 二浪的低位是做一的调整低点 这个二浪的低位在图形当中 你首先确认了一对吗 不知不觉出现一 不知不觉出现一 那你就看到了一了 一是看到的 那第二个呢 把这句话做一个调整 顺序是二浪入场有两点 一浪完了以后走二浪 二浪入场有两点 limit by和stop by两点 然后耐心等待二浪结 就二浪完结了 二浪结束三浪 三浪开始的那个时候会走出行情当中最强的那个浪 三浪 二浪结束三浪是最强的 三浪最强的 那一波行情最最初的这个浪就就开始 那中间三浪完后呢 会有四浪 四浪不过 四浪不遇一浪顶 四浪走调整 但是调整不能调整到不能遇到一浪的顶 然后再走了 五浪摆档 摆档出歇行 五浪摆档歇行歇 歇行是个什么东西 各位同学你们知不知道歇行是个什么东西 知不知道歇行是个什么东西 歇行就是 也在盘整 但是它向上盘整 上升波段当中向上的盘整 歇行 我靠 我可以的 转眼边撕出来 然后 浪的大又死 浪的大又死 所以在这 五浪出现的歇行是指这样 就是这个行情本身三浪是又快又急的行情 但是五浪了会出现一个歇行的走势 出现一个歇行的走势 我们在这里把它的 把这个边的丝 撒牛皮丝 边了一句丝 边了一句丝 不知不觉出现一样 将来也会改一改 那中间在这的时候 四浪不与一浪领去 它不能够调整到一浪 五浪歇行线 中间最好的交易还在start 最好的交易机会还在start 中间ABC是做一个调整 ABC做一个调整 这是我们看到的图形 我们要把它标注一下 让它打一个诗 好 让它打一个诗 那中间这是我们在交易浪当中 那很多很多投资人说我 那我交易哪个呢 交易到start 在前两天的时候 我们说波浪理论当中 回归到我们原来的去谈及的话题 波浪理论当中我们去谈及到一个话题 说先走一二三 一是非常容易确定的 三是标准非常清楚的 那么接下来的会出现一波行情 就是我们在图形当中出的那个5 就是ABC浪 我们当时是用黄金和大家来去探讨的 现在看到黄金就是在昨天的时候走出了一波 一波比较大的走势 一波比较大的走势一下一下冲上 那这就其实是在我们交易当中 所说的目前的这个波浪啊 它是在走 黄金黄金目前在走的这个结构呢 是第四浪或者会在走第四浪 或者有可能中间的走走一个反转 目前的黄金的价格的是 我们来看四小时图都是在四小时图上 四小时图上我们看到黄金在在这个位置上的上下震荡 走三角形收敛整理 走三角形收敛整理 然后我们在高位上的布局的黄金的空单 黄金的空单 黄金的空单空在了1430的位置 现在大概有浮动的100点盈利 我们把这个地方把它变成单纯的K模板 插入技术指标 自定义技术指标当中 有最下方的一个技术指标叫做ZIGZAC 各位同学你们在做的时候 也可以去加上这个技术指标 交易指标当中的ZIGZAC技术指标 那我们点击技术指标拉到最下方 因为如果你学波浪理论的话 这个指标的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基础指标 但这还有个美元指数指标 也是个比较好用的指标 以后如果说下一轮 大家如果想对指标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把指标和大家一起做讨论 其实指标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分内容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 黄金的波浮321 那在这个图形当中我们当然还看不出 它的这种大结构上的波浮的运行状况 如果你到日线图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看出来 日线图当中我们会看到目前的黄金 它的走势在走三角形收敛整理 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我们看到也清楚 上边缘的高点 逐渐开始 逐渐降低 下边缘的低点 逐渐升高 下面的低点逐渐升高 形成一个三角形收敛整理 那这种三角形收敛整理 除去除去这个 这个上边的收敛之外 还有一个水平位置 水平位置是在1230和1240的这个关卡位置上 有两个关卡位置 一个1230 一个1240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选择了1240的这个位置 1230的这个位置上去顺势的做空 那如果这个行情 假如说它跑下来 有几个地方可以加仓的位置 第一个就是最下方的 一 这个三角形的下边缘下坡的时候 它可以做空 另外一个这个大阳线下坡的时候 也可以做空 就是两个点 两个点 我在这里了 我想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抓到了一个 一个顶部 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顶部的结构 我就不在这再去加码 我们把这个加码单了 还是放在距离现在 还有400点的位置上 1380的位置上 去做这个加码单的位置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请我的助手 把我昨天发给发到这个 我请我们成都的助手 把我昨天发的图 发给我 就是我们昨天说了 有个带口诀的那份图 请我的助手发到这个群里边来 好 那我们看在昨天说群的标注的方法 标注的方法 那我们再看除去标注的方法之外 还有接下来就是波动的层次 波动层次 这个上面我自己觉得 你大致看书就可以了 你大致看书 买到波浪理论这本书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把它看完 第二个我们按照课堂上讲的这些内容 去识别一二三浪 这是最主要的 接下来的时候 就是很好 我们同事马上把这个发过来 昨天我们说在这个图形当中 研究的是美元对日币 我们说四浪不欲一浪顶 五浪百荡歇行线 四浪不欲一浪顶 那我们说现在这个行情在走的时候 它是几浪 现在这个图形 我们说它在走的时候 它是有可能就是在走四浪 走四浪有大的四浪 那四浪走完之后 有可能走一个楔形 这个楔形就是 航情随着 1400到1440的这个位置上 向上盘整 走这个楔形 可能会走出这个楔形的结构 可能会走出这个楔形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 好这是它 那在一个完整的市场周期当中 如果我们看到说 一个完整的市场周期 它在最大层级上分为两部分 上升和下跌 上升和下跌 如果细分成各种微小的浪的话 你会发觉它中间 它中间有一组数列 那这有12 当然还有3 123582134 189 144 我们这同学在去看的时候 我发觉这些数字好像似曾相识 波浪理论当中这些数字 好像似曾相识 有没有这种感觉 那这些数据是什么 这些数据我们把它叫做 费伯纳奇数列 那这组数列我们叫做费伯纳奇数列 所谓的费伯纳奇数列 就是指的 所谓的费伯纳奇数列 就是指的一组图形 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费伯纳奇数列 这组费伯纳奇数列 在去行情再走的时候 我们说它的这种数列 是123 然后5813 这是这种数列 这种数列 它的每一个后一个数字 都等于前两个数字的和 所以它中间叫做费伯纳奇数列 我用我们 我们用我们的黄金的这个图来说 用黄金的图来说 黄金我们中间也有黄金时间 这是我们昨天建立的黄金的单 把黄金的单调出来 黄金的单 好 那黄金的单目前 有小额的多单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昨天的一个空单 比较大的一个昨天的空单 昨天这个空单的 现在有1000多的一个盈利 1000多的盈利 那我们把它回归到 4小时多或者30分钟图上 去看它的时候 如果去研究它的费伯纳奇的话 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今天是在讲费伯纳奇 然后再讲费伯纳奇 波浪理论当中 修正浪总是处在一个 你看在这儿就是在这儿 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是修正浪 修正浪就是一三十三五十五十修正浪 然后一五二十一八十九 是这个推动浪 这些这些是推动浪 因为推动浪都会走的一波 一波推动浪 要不就是五个 这儿的这儿的一表示说 这是一个一 这是一个一 这是最大成绩的上涨和回调 第二个呢 五和三对应的就是 五个上涨三个回调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想和大家去来说的 这组图形的我们是说的 是说的 费波浪理论 与费伯纳奇 费伯纳奇数列 所以这组数列很神奇 那我们经常在交易当中 会使用到费伯纳奇数列 那这组数列呢 这组数列我们说 它记起来也比较容易记 比较容易记 我们说这个数列是 一三五 正先打开个空格 一三五 八 十三 二十一 三十四 是每一个后边这个数字 等于前边两个数字的和 那三十四等于二十一加 十三 十三呢等于五加八 而且这组数列还有个特征 数列的规律 一个是显性规律 一个是显性的规律 显性的规律 就是你能看得出来的 还有个叫做隐性 隐性的规律 所谓的隐性规律 隐性规律就是说在这里边的 隐 隐性 隐性规律 啥叫隐性规律 隐性规律就在这组行情当中 在这组数列当中 我请大家去做一个 算法 你用二十一除以三十四 然后用二十一除以三十四 那你总会得到一个大约在0.618左右的数字 总会得到一个0.618左右的数字 然后你用后边这个数字去除以前边这个数字呢 得到的这个数字呢就总是一个1.618的这个数字 所以在中间 这组数列是相当有意思的一组一组数列 那在这个费布纳奇里边呢 我们会看到说在这里面数列当中 最大级别的 就在这最大级别的这个波浪了 是一个一级的浪 这是最大级别的 最大级别的是一个一级的浪 一个上升对应一个下跌 然后第二级别的次一个级别呢 就是五个上涨对应三个修正 五个上涨对应三个修正在这里 五个上涨对应三个修正在这里 那好多同学说 Kam老师这里他这有什么用呢 数浪有个非常大的作用 就是如果这个浪你能数出五浪 他往往就是推动浪 特别是为啥五浪就是推动浪 因为五浪当中有三 整个波浪理论当中的五浪当中 最最重要的 最最最重要的是第三浪 而三浪就是那个修正浪当中 他没有没有三浪 他就一二三就了结了 或者你可以把它叫做ABC 他就了结了 他就没有一个延续了 所以在这我们说中间五浪理论 当中的五浪是最重要的 就是五条浪是最重要的 因为中间有三 因为中间有三 所以在这我们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这个要点 五浪当中 五浪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三浪 因为有三 那调整的三浪就不那么重要 因为他没有三浪 所以这儿是中间的一个有意思地方 那把它回过头回过头来再看 这是它的分类 再看浪形成的基本规律 一个运动之后必有一个相反的运动产生 我觉得这是废话 就是一个运动之后必有一个相反的运动产生 注意在这这句话 别太当真 这句话别太当真 因为很多投资人就是因为这样的这个话题 来把这个相反的运动当成主局势 实际在做单的时候是应该是这样 一个运动涨上去必有一个相反的运动产生 同时相反的运动结束之后 还会遵循原有的这个规律继续运行 所以在这儿 我们说防止 把我们这个有一个相反的结构产生 我就往下做了 所以这是不合适 好我们再看主趋势上的推动波与主趋势的方向相同 让它乱跑了 主趋势的波与它的方向相同 通常可以分为更低等级的五个波 调整浪与主趋势相反 或上升或下降 那注意调整浪和主趋势相反 或上升或下降 就是主趋势往上它往下 通常可以分为更低级别的三波 注意 然后还有这个 市场的形态并不随着时间而改变 波浪 波浪时而伸展时而压缩 但基本的形态不变 我确定的是 我确定的是这句话 不同层级的投资人理解这句话 不同级别的 不同级别 不同级别的这个投资人 理解它的含义是不同的 理解不同 这句话 很多人 我们有好多同学就是在 在听我的欧洲盘解盘的时候 也听过有三年五年的也都有 听他们听过之后 第一年会听一段 好像听懂了 甚至还有好多人说 当我说 我讲的今天讲的内容是K线的时候 好多人还说 我讲的是不是简单了 或者是太什么 会有这样的感受 但实际上当他们 去再去再去听的时候 我发觉 不一定 第一次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些没听到的东西 所以在这我不展开 在这不展开 这句话其实当你理解的更深的时候 你会有新东西 那就表示说波浪时而伸展时而压缩 我们在跟大家讲这个K线进阶的时候 就提过一个观点 我们说有K线组合和拆分的能力 其实就是讲的它 其实就是讲的它 波浪拆分与组合的这个形态 好来看推动浪以及变异形态 那推动浪就是我们主推的那个浪 三浪就是推动浪 看看有哪些 有哪些产生 其实还是在说各浪的这个特点 第一个一浪 一小部分参与 交易者参与波动微弱 注意 做一浪的虽然是极少数交易者参与 但是做一浪的这一部分 往往是专业的交易者 一浪的往往是专业的交易者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们说7月31号美联储议息 假设在这个时候 黄金假设我们走到月底 拿实际的例子来去来看黄金 把它变成周线图 或者变成月线图 在月线图当中 当这个行情走到日线图当中 走到这个月结束的时候 如果始终 我们说如果这个图呢 始终在这个行情当中 上下波动上下波动 就是如果我们 假设黄金始终就在这个 这个区域里面上下波动 突然我们发觉一个 就在这儿出现一个黄金 往下走的一个图形出现了 或者往上走的一根图形出现 趋势还没确定 但是行情先发动了 那我请问同学 你觉得在这儿去做单的这个人 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呢 这个交易者是专业的还是业余呢 想想看 我觉得他是专业的 因为他了解了那个地方的时间 知道了那个地方行情会发动 同时做出了某种判断 认为说在这儿 美元会强或者美元会弱 所以他做单 所以一浪 一浪 技术面的交易者很难把握 技术面的交易者很难把握一 原因就是他看得不太清楚 还有一个就是说 技术面的交易者 如果能很好的把握一的话 那他盘感一定非常好 所以在这儿 如果我们去补足这句话的时候 需要盘感的专业交易者 所以他是这个地方的人 他如果他是这样的话 他就是需要盘感的专业交易者 这是这是这一波 如果他做的话 他是需要盘感的一个专业交易者 好 那二浪呢 凶狠的卖出开始并且下跌 就是二不是特别什么重要 三浪 多数交易者断定行情是上升的 走出最多的一波行情 买进变得疯狂 三浪后停止获利回股 导致股价的下跌 这是 这是我们看到的三浪 这是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三浪在运行的时候 他的走的这个走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结构 接下来还会出现四出现 这还有一个补充说 一浪顶部是重要的阻力 突破后三浪波动将引起交易者的注意 这句话我们是不是给予反复的强调 这句话是需要给予反复强调 一浪顶部出现之后的是三浪开始 三亿开始这个行情就开始大举的波动 四浪的获利回吐当中 推动 把股价 推动价格再次上升 五浪缺乏三浪时巨大的热情和能量 因为它比较高了 成交量小于三 也明显缩小 所以这是它 来看一下几种几种形式 推动浪的延伸 有时候推动浪的会走出延伸的结构 就是比如像像这儿 我们看到一浪走出了五五格的一浪 那在这儿呢 一二三浪走出了一个五五浪结构 那在这儿呢是 一二三四五浪走出了一个延伸的延伸的结构 我觉得中间就在这三张图当中 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股市当中最常见的是三浪延长 最不常见的是一浪延长 最不常见的是一浪延长 为啥一浪不容易呢 因为一浪是需要专业的盘感的 它是做抄底的 这些抄底的人 他看到这个行情当中的时候 他一入就有拼 所以一浪在环境不太明确的情况下 在交易的结构和环境不太明确的情况下 一浪的投资人 是在环境不太明确的话 一浪的投资人很少在这个位置上会长期间 持仓使得他在这儿呢 不太会容易去做到说 那么多的 不太会做到那么多 那么长的这个持仓状况 所以这是中间一个有变数的地方 而五浪啊 五浪就会也有会延伸 三浪是延伸最多的 所以在交易当中 我们做的时候三浪是最重要 商品市场当中五浪会有延伸 原油啊等等产品会持续的延伸 因为这些商品 我们交易当中有两类嘛 一类就是货币和金融产品 一类是商品 商品的这些延伸是由实际的供求关系造成的 股市当中的三浪的延长这是技术面 那五浪的延伸呢 五浪的延伸往往是从供求 供求关系出来的 商品的供求关系出来的 好是 因为商品 因为一谈及供求关系啊 市场当中的这些价格呢 它会运行一段时间 比如说如果这个行情 就是比如说原油或者说浇碳 价格持续鼎升 形成高位的话 产能这方面 所谓产能就是 生产这方面再去增加的时候呢 其实产能是增加的比较慢 外汇交易当中 如果欧元涨 马上就有人去买 马上就有人买 一买了就有人去卖 所以它走三浪走的多 五浪的就不太会延伸 但是在商品层面上呢 价格上去了 要等到供求关系上产生变化 那个供应上面 它的产生变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应该听明白了 对吗 应该是听明白了 所以这是它 好推动浪的延伸 还有波浪延伸的利益上 有预测意义 如果其中一个量延伸 另外两个未延长 那它在幅度上是有相近的 中间走出 九浪的波动延长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是连续延长 五浪延长完成之后 市场将以三浪结构 向下运行到顶点 这是分水岭 所以ABC 是一二三四五的分水岭 所以这中间这个地方 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一个地方 所以在中间我们会看到中间 五浪很重要 因为五浪里面 因为有三浪 所以它很重要 然后每个浪 它有各自的特点 第一个一浪 一浪是不起眼的 基本面造成的 二浪是调整 我把这张图了 也发给各位同学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波浪 波浪理论 这是我们看到的波浪理论 好接下来再回归到 我们的 回归到我们的交易当中来 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交易当中的这个图形 那交易当中 昨天做的黄金 跑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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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顺势一控 这个单应该是有人做到 也是我们挂单做的 极好的位置上挂在了 挂在了1430 有哪些同学做到了这一单 刘洋是专业的 对是专业的交易者是做的 伊朗是专业交易者做的 有哪些同学做到黄金了 1430的这个位置上的黄金 1430这个位置上的黄金 可能有做到的 也可能没做到 那做到的话 现在有1249块钱的盈利 跑了一大段 跑了一大段 小师徒还在往下走 短单的多单和长线单的空单 相互交易和配合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组图形 那这个行情将来的话 震荡之后 它的目标位置在哪里 这个单的目标位置 我觉得这个单的 它可能会朝着1400的这个位置上去跑 朝着1400的这个位置上跑 后续再看一下 澳币又跑来了 我们依次来看一下各组 各组货币队 各组货币队 欧元对美元 欧元对美元 30分钟图上出现下降行情当中的 遇到阻力 然后往下跑 遇到阻力往下跑 其实这个单也还可以了 就是30分钟图上欧元对美元 是呈现出一个看空的状况 涨在高点之后 然后有空的迹象 其实这个图也是在走下降三法的一个图形 现在回调调整到前期波段的0.707和0.5的位置 有可能在这形成一个往下走的这种反反转的行 反转的行情 所以在这儿 我们下转的行情 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我觉得欧元对美元 也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图形 也是一个在往下走的一个图形 欧元对美元 目前我们下边有两张空单 都是些小额的空单 在这个位置上 15分钟图 跑到了 震荡当中 这个单刚刚出现这种空的迹象 刚刚出现这种空的迹象 当然它今天有点意思是说 它今天所处在的位置就是在周输轴线下方 然后日输轴线上方的这个位置 尝试性的去做一些空单 尝试性的在这个位置上做一些空单 这个空单我觉得 止音止损可以先把它放得远一些 假设先把它放在1.3位置上 先止音止损 止音止损先 先放得远一些 先放得远一些 然后我们再来这去做这个调整 然后再在这边去做一个调整 刚刚进入的一单欧元 现在转眼间已经有一些获利了 我们在这把它的止音止损 把它变成35点和50点 或者45点 欧元跑不多远 注意欧元跑不多远 这是欧元的一个特点 35点和45点 如果日内跑到45点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日内跑到45点的话 那它其实就是很不错的一个状况 把这个单来发给大家 那中间如果这个单如果做的时候 它进入到 因为我们这个获利的价格 摆在11187 11187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如果进入到11120 或者在这边我们做一个跟随止损 保留一个跟随止损 获利20点的时候就做跟随止 很多人做不出这个动作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跟随止损 追踪止损自定义 200表示20点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单浮动盈利达到20点的时候 我的止损一下就跟上来了 甚至你把它中间再做跟随止损 也可以再追踪止损 也可以再小一些 现在是20 我们说如果说不把它变成10 50 什么意思 行情往下走15个点 我的跟随止损就跟上来了 我跟随止损就跟上了 所以这些好多好多这个地方 大家也注意 大家也注意 跟随止损 20点 跟随止损20点 啥意思 我刚才说了 啥意思 就是 行情往下跑了20点 我的止损 爬一下就移动下了 这个动作是 应该在交易当中是个常规动作 我们做的时候都是做波段上的动作 现在又有一个好货币出现了 就是欧元对英镑 欧镑在这儿 我们看到 四小时土破位了顶部顶部破位 我不管怎么先做一单进去 也是从0.51开始 也是从0.51开始 先卖单下去 50点止损 注意这个单 点一个50点止损 止盈呢 我先不设止盈 看它能跑到哪里 看这个单能跑到哪里 欧元对英镑 注意啊 我们去做这个单 50点止损摆在那的时候 其实是承担某种风险 承担多少风险呢 行情跑 跑一个 行情跑50点 那这个行情跑50点 50点 就是500 每点是 每点是 5英 0.50 每点5英镑 那就是250英镑 就最多损失250英镑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合适的一个值 也是一个合适的值 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对英镑 欧元对英镑 刚刚看到它的反转的迹象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这个 交易当中去做这样一个准备 交易当中做这样准备 今天明天如果欧元对英镑走出一个反转线形 走出这样 比如说收盘就收成这样 特别是我把他再单纯一些 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K模板当中 回到K模板当中 K模板四小时图上3K反转 如果他欧元对英镑 这个图出现日线图上3K反转的话 那他的交易机会就更加强了 下边的位置是899 看看能不能破 下面还有20点的空间 波浪理论当中 这些行情的这些变化 我们昨天讲了完整的市场 周期分为最完整 分为9个层次 实际上中间我觉得 我一直说用不了这么多层次 3 5个层次就可以了 那么昨天还跟大家说了一个图形 就是交易当中 我们现在的标的是以汇市作为标的 当然以股市作为标的 其实股市股票市场 也有类似的这样的运行状况 就是我们看到 股票市场当中最常见的是三浪延长 哪一个浪延长 哪一个浪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那个趋势性就越强 那在股市和汇市当中 就是如果这个金融产品 它的技术面越强大 它在中间三浪延长的可能性就越强 如果这个产品 它的供求关系越强大 比如说我们有些产品 它是有供求的 我们在这个经常交易的货币队当中 我一般给投资人的建议说 你不用考虑供求关系 比如说很多人说在最近的南非产黄金的地方 然后它的产生动乱了 所以金价就会可能上涨 不是的 其实不是 黄金其实没有供求关系 它完全是一种金融属性的一个产品 这是我们看到的它的状况 那么在今天的时候 继续再和大家去想 讲这个推动浪的衰败状况 推动浪的衰竭状况 那一个行情在走 就是在往前走 三浪走的时候会有一个衰竭状况 那第五浪 就是我们说的第五浪 就是下降时候的四和上涨当中的五 下降当中的四和上涨当中的五 怎么能够去区别什么是五呢 什么是五浪呢 第五浪如果过不了三浪的低点 就可能产生他五浪的衰败形态 注意我们看到 实战中一定要注意五浪中的次一个层级的小五浪变化 清晰才能产生一个失败的五浪 什么意思 所谓的就是 所谓的小五浪 次击情况下 小五浪的出现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五浪在走的时候 当这个行情第五浪在走的时候 往上走的这一浪特别是第三浪要越过三浪的高点 就是第三浪的高点应该在第五浪上面去被突破 可但是有些时候他不突破 不突破 那这个五浪就终结了 那这个时候的五浪 就是这个时候的五浪 如果在这产生终结 他不过三浪的顶 实际上他可以被理解成为某种形式新开端的二浪 五其实有些时候如果衰竭的话 他就是一个二浪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 其实也很简单 在这给我画一个 给大家画一个图 来这边 来这我们画一个图 什么叫做衰竭的二 那之前我们说交易当中 这个衰竭的二很有意思 二浪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来看看 在这 那中间我们说三浪的低点在这 五浪不创新低 完成了道士理论 中间我们说道士理论 道士理论当中第一个点就是价格不再创新低 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新的高点被突破 高点被突破 就构成了道士理论当中最简单的一个上涨行情的确认 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前一个波段的衰竭状况 也可以理解为五等于新波段 五可能是等于一个新波段 那等于新波段的什么 等于有可能等于新波段的三 当然他们层级可能不是一个层级的 所谓的五等于三就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行情开始走一个上涨回调再上涨的一个结构 由原来下跌回调再下跌再回调再下跌结构变成上涨回调再上涨的一个结构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中间次一级的小五浪程序要清晰可见之后 确定了失败的五浪 这里的失败 这里的失败的五浪 其实如果准确来说它并不存在失败 浪不存在失败 它其实是前边的 前边的 衰竭 前边的衰竭 前边的衰竭 前边走出这个衰竭的状况了 前边走出这个衰竭的状况了 所以在这我们说它其实是前边的衰竭 不是一个失败 那你当然可以把它理解为失败了 那这个失败的意味是什么呢 我原来原来在某些位置上 比如说掌势 我一直在中间有多单 不断的去做多单 那他在这边失败了 在这边失败了 失败了 失败了我就不创新高了 我要干什么 我在这边 他不创新高了 我就出场了 我就在这边去走出场动作 他不创新高 我就出场 所以这个衰竭 或者这个失败 在某些意义上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意义存在 它是有非常多的意义存在的 所以在这 他中间失败 等于出场 或者等于 获利了解 等于获利了解 失败等于出场 等于获利了解 同时也等于 新开始 所以你在交易当中 你会发觉 哦 原来这个行情就在这个地方 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这是牛市的衰竭 给大家来这边 把这个图了 也给 各位 好 这是 给大家发 这张图其实不难了 这张不难 但是我们在交易的实物当中 这是在我们交易的实物当中 如果你能有效和准确的去 识别出来 它的话 会对你的交易 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说识别三浪 做什么呢 识别三浪 做入场 识别一浪 做第一单的四单 和分布入场的第一单 识别五浪是干啥的 终归会反转 对不对 终归会反转 反转的时候 就是我要出场了结的 这个时间点 所以识别五浪的关键 就是在于我们中间 找到那个有效的出场点 好 再往下 再往下 然后 倾斜三角形 我们说五浪经常会走出 第五浪的经常会走出一些特别的形态 那在这儿有一个五浪 倾斜三角形 常出现在第五浪 这个倾斜三角形 我不把它叫做倾斜三角形 注意 各位同学 你们将来啊 学到交易 强化中级班的时候 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叫做中级形态和反转形态 中级形态当中 一个啊 有些中级形态 中级形态当中有哪些呢 中级形态有三角形收敛整理 三角形又分 上升三角形 下降三角形 对称三角形 这样的这样的几种啊 这种三角形 我给大家画一下 什么是什么是三角形啊 在这儿给你画一些 三角形的状况 我们在这儿 这是三角形 上升三角形 好 这是上升三角形 这是上升三角形 原有趋势 给大家画一条 原有趋势往上走 这就叫上升三角形 那什么叫做下降三角形 那原有趋势往上走 这个结构就是下降三角形 这叫对称三角形 那什么叫做向上收敛的三角形 就是如果这个三角形 注意这儿有个显著的不一样 如果这个三角形走成这个样子 走成这个样子 它就是我们所说的歇形 啥叫歇形 各位投资人 我告诉大家 就是就这点区别啊 它在我们的强化班里边 强化二级班里边 其实很多 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能搞清楚 好多好多交易 你肯定不会做反了 你就清楚的明白 什么是中继形态 什么是反转形态 这是强化中继班里边 中继形态和反转形态 相当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问你 这个三角形 就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三角形 和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就第一个三角形 和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三角形 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这些都叫三角形 但是这三个三角 这四个三角形 指引的交易方向完全不同 第一个指引的交易方向 是往下的 第二个指引的交易方向 是往上的 区别在哪儿 当然我不说你也不知道 留一些关子 请到我们的强化中继班当中 我来给你讲 讲讲他中间有啥区别 明白了这个区别 你就不会再去认 认错三角形 好 回到这来 慢慢关子回到这来 在这里边我们看到 倾斜三角形 常出现在第五浪当中 这个倾斜三角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这种状况 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 我们我们对面的同事 把我的 把我的摄像头给弄歪了 把他弄正一些 是我们的这种情况 是我们的这种情况 那再回过头来 倾斜三角形 在这里 如果我给他一个标准的 叫法的话 我不把它叫做倾斜三角形 我把它叫做歇形 歇形 因为倾斜三角形 用这个词汇 他叫的话 他不是一个国际标准的叫法 我们中间有没有英文好的同学 给我来翻译一下 对称三角形 Triangle你是知道 Triangle你是知道 什么叫做对称三角形 一个SY开头的 一个什么什么什么Triangle 还有个叫做上升三角形 还有个下降三角形 还有个叫做歇形 倾斜三角形 在这个状态当中 它叫做歇形 注意上升倾斜三角形是看跌的 下降倾斜三角形是看涨的 这里的这句话 这里的这句话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是不了解的 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倾斜三角形当中看到 高点也还是在变高 低点还在变高 应该看涨 为什么他说上升三角形是看跌的 下降三角形是看涨 什么原因将来的话 小碗板里面就告诉大家 那个内层捅破它的窗户纸在哪里 其中一浪都分为五浪的结构 那如果陡峭的趋势线被跌破了 发生了就发生了重要的转折 注意在这 注意在这 就是以这个图为例 以这个图为例 在这在这的还有一个 一个这个跳空的位置 有一个跳空的位置 高位行情出现跳空 越过趋势线的这个跳空 往往是市场当中发生重大转折的位置 这个这些位置都是非常好的交易的机会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行情在走到高位 给大家举一个之前 我记得英镑在反转的时候 走过一波行情 英镑在反转的时候走过 很久之前 就是我们英镑 英镑在去年建立第一波 1.4位置上的时候 1.4位置上的时候 做了一个空单 就是从跳空开始 好高位 行情走到高位 可以出现向下的跳空 这个跳空点在哪里呢 跳空点在这儿 看上去不太起 也不太起 些许的一个跳空点 些许的跳空点 那这个跳空点 发生在英国公布数据 CBI数据公布的时候 出现跳空点 而且再给你们说一个词汇 就是如果两根 这个词汇叫做无遮蔽脱离 这个词汇 我们在中级班当中 都没谈到这个词汇 将来在强化高级班当中 会给大家这个观念 无遮蔽脱离 你在中国的一些交易导致 听也听不到这个高级 高级货的一个词汇 那在这里就是一个 无遮蔽脱离的状况 它中间形成的交易的区间 点到的这些交易的区间 往下走 那我们建立的这个单 是坐在3K反转的位置上 坐在第二单破位位置上 然后坐了这一单 跑下来 所以在中间 我们回到这个讲意图当中 倾斜三角形 其实这还写着copyright by time transfer什么东西 这个图其实不是太对的 我们在这可以 其实可以新去找一个图 把这个图去掉 把这个图去掉 我在这边重新给大家去 在这个行情当中去找到一个类似的图 就是行情走到顶端 行情走到顶端 发生反转 同时在顶端的形成一个 一个这种向上震荡收敛整理的一个状态 我们来找一下向上震荡整理 单纯找好像还找不太 找不太出来 就是一个行情走到顶端 开始往上震荡 它反倒是向下运行的开始 可能还是 等到碰到时候 然后再跟大家去举这个例子 就拿这个连键 你涨到顶端 向上收敛 然后往下挤 那我们在交易的实际当中 经常会用trainline breakout的这个图 来去做它 这是它的这种整理 整理收敛的一个状态 那调整浪还会有变形 corrective pattern 这个调整浪的变形 弹出一个交易单 我们美元对日币的交易获利了结了 刚才做空美元对日币 0.99手做空的美元 美元对日币获利了结了 然后0.08手的这个 那每日现在再往下走 刚刚有一单 每日的获利了结单 107块钱获利了结 每日再往下走 来紧急的看一下每日 来看一下每日 每日应该继续往下走 同时弹出一个新单 美元对瑞士法郎的空单 每日 每日 每日的单 我们来看一下每日 因为可能刚才出现每瑞的行情和每日的行情 也有意思 这个单的开始 开始又开始往下走 这是这是一个新的交易单 sell order sell这个单 然后在这出现了一个往下走的交易 往下走的一个交易机会 美元对 美元对瑞士法郎 美元对瑞士法郎 美元对日币又重新进了一个单 美元对瑞士法郎 然后来看一下美元对瑞士法 这个 火力排在一致的位置上 我们这儿有个地方没有做调整 就是刚才我们新进来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没做调整 有个地方没做调整 这里 这里 盈亏比 在这儿要调 我们要调整盈亏比 调整盈亏比的时候 我们有好多投资人用了这个飞龙 飞龙在天 怎么调整呢 第一个先锁定 锁定之后 调整盈亏比 调整盈亏比 调整盈亏比了 我们把盈亏比了定到最近的行情 如果走得快 我们可以把它调整为2 如果走得普通了 可以调整为0.1.3 刚才设置 如果默认盈亏比0.1 就是亏损亏损时盈利盈利1 所以它会很快盈利出场 那我们盈亏比了 通常我会定在 大概在1.3到1.5之间的盈亏比 盈亏比 飞龙固定止损 也可以设置在35点左右 如果你0.1的止盈 那就是3点多 它就止盈了 所以在这儿要做一些调整 太小的止盈其实不好 像这个就是 这是它刚一开始设置的时候 太小的止盈 它就直接就在上面止盈了 6267 获利几个点就止盈 这都是不对的 这都是不合适 这都是不合适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了 这个图形 那获利止盈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1.3 1.4 如果比较小的话 可以选择1.3 现在飞龙在天的盈亏比 边现在是1.3 在这边已经有了 好 刚才我们看到 美元的瑞士法郎开始新的单往下走 这个单 美元现在在往弱势 昨天大跌 今天反弹 弹到高点往下走 这都是标准入场单 早一点入场也可以 早一点入场 在4.1的位置上入场也可以 我们现在做标准单 目标到06 给他一个20点的获利 现在就空 这是个短单 1.01止损 止损降 给到高点 比如说我们到50 这是50的标准 50的话 那就是20点 然后到这00 20点止损 30点止盈 我们卖 好 给一个单 我们把它 这个止损止带 其实这个单入场 再早一些也可以 就是入场再早一些 也可以 这个单 这个单入场 再早一些也可以 我把这个单 已经进场了 做一些 稍做一些修正 稍做一些修正 前边入场的这些单 止盈止损 我觉得可以通用的 一个止盈止损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 搞不清楚 稍微把这些单 做一些调整 25点30点 你让他止盈止损 应该远远一些 不要让他很快止盈了 中间在做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一些 灵机的调整 太快速的止盈 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他有可能 有可能在那儿 这个 我把这个单 发给他修改过后的这个单 这个单怎么弹不出来 这个一手的这个单没有弹出来 我想各位同学应该是看到了这个单了 止损我也在稍做一些调整 我其实我现在调整的这个动作并不是因为我需要调整 而是说我在这里面需要让他盯一声 让他把这个单弹到我的手机上来 弹到我手机上来 能够能够有效的去传达给大家 当然如果有的人已经做了单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做了 就是美元对瑞士法郎的这个单 美元对瑞士法郎的这个单 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元对瑞士法郎 刚刚出现了这个一个交易的机会 另外在做一些长单的时候 大家可以做一个像我这样的动作 做一个跟随止损 像这个就是跟随止损 一些长线单在跑的时候 有可能像这个单 像这个单 欧元对英镑这个单 欧元对英镑他已经开始往下走了 已经走得不错了 那这个单第一个我要在下方做加码的追加 第二个这个单的时候 我可以去做一个跟随止损 入场的价格是90 现在已经跑了20点 那我做追踪止损 长线单跑开之后都做追踪止损 我给一个40点 追踪止损 就表示说一旦获利超过40点 我啪啪啪行情就跟下 让这个行情去跟 如果它止损就会直接止损了 止损但不变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部分 回到刚才看调整了 行情在调整的时候说 锯齿属于三浪的调整结构 锯齿结构属于三浪的调整结构 那这个锯齿结构中间各比例的关系呢 往往会走出一个 我们在之前说的 AB等于CD的那个结构 这是常见的调整结构 那锯齿形态 锯齿形态经常会出现 就是下跌的这个锯齿形态 往往会出现一个535的一个状态 就像它 A浪 它这个锯齿形态下跌拉回 下跌拉回 走一个5浪结构 ABC的A由5浪结构走上 ABC的B由3浪走上 ABC的C又由5浪走上 123浪 那中间还会 还会有一种变形 就是还会有一种变形 就是A浪是由ABC构成的 B浪是直接一波上去 C浪又是一个ABC构成 所以中间有两个535的波浪序列组成 通过ABC形态而连接 所以这是一种锯齿形态 这就走得比较复杂了 我建议大家交易当中 这些走得比较复杂的地方 这些走得比较复杂的地方 可以不太做研究 就在这个阶段 我们如果投资人 大概是在这个阶段的 我觉得可以不在这个上面 做特别多的研究 因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它蛮细节的 这个地方非常细节 就是你 我们说一直跟大家说 你在最初了解交易的时候 就在这一波行情当中 了解交易的时候 最重要的还是做比较明显的 三浪和一浪 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浪 这是看到的这部分 平台形态的ABC就是 平台形态的ABC就是 它在中间 水平盘整 335 刚才的是535的调整形态 现在是335的调整形态 注意335的调整形态当中 B经常会走出2B行情 点出高点 点出高点 然后再回来 牛市中 B浪一直向上 冲到了A浪的最高点 显示市场当中 多单力量较强 且C浪在A浪的底部 稍下方便结束 其实中间这个地方不是多单的力量 强 这个ABC多方 我一直说 你在交易当中要分清楚 谁是主力 谁是辅助力 ABC调整浪 已经涨到高点 它在走ABC调整浪 还有冲出高点 我们更多的是 这个多方是由业余交易者产生的 就这个中间的这个B浪 这个B浪往往是由业余交易者产生的 多为业余交易者产生 那这种力度比较强 但是它中间的持续性较弱 就这个结构当中 我如果补充它插插入 比如说我们插入评论 插入一个文字 文本框 B浪 B浪新高二 是业余投资者做的 另外还有是时间较短 就是它时间点字一下就就出来 所以中间这个B浪创新高 它经常会走出一个 我们叫做2B的行情 当然2B的B和这个B浪的B不是一个 2B是break out意思 所以在这儿是值得大家去这个地方是我们比较有意思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业余投资者做的 所以在中间点字高点不能够算作破位 这是我们看到的它 还有不规则的平台形状 那不规则就更是了 不规则就是B创出新高又回来 这就更典型的RB形态 还有就是C创出新高 然后回来 还有就是B达不到高点往下走 还有B达不到低点往下 这都是不规则的平台形态 我们一直说 行情越不规则 越不是主要趋势 主要趋势都很规则 主要趋势就是A 主要趋势就是三浪 所以是主要的趋势 是非常主要的趋势 好中间这是我们看到它 随后在后边的时候 我们再过一下这个 这个 PPT 过一下PPT 那随后还会有 不规则的平台形态 三角形整理 三角形整理 整理的四种类型 双三浪结构 斐伯纳奇数列 斐伯纳奇数列基础等等 浪与浪之间的比例关系 等等的几个 包括斐伯纳奇的缺陷 那我们 我一直说 每周跟大家去讲一个话题 进入在本周的时候 都跟大家讲了一个波浪理论 当然这个波浪理论 我们在一周的时间 大概两个半小时时期 每天半个小时 累积两个半小时 跟大家讲波浪理论 很有意思 给大家带着大家去 入门了一个波浪理论 之后的话 我会觉得在中间 之后的话 我觉得在中间 看明天 就是今天晚上 大家愿意 明天下周是 谈什么话题 谈一个什么话题 上周有听说 我们听原油 原油当然 讲技术面是容易 讲基本面 看大家愿意听完 原油基本面 也比较多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 好 回到我们的交易本 感谢观看